胖的那個叫做 胖的季安 對 那個叫季安 現在叫胖虎 胖虎 季安 它有一個秘密 就是它有一個禿肚臍 對 旗善器 旗善器 基本上旗善器 基本上來講 其實在新生兒 剛出生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是正常的 它其實大部分是良性的 也不見得是需要馬上要開刀 但是如果經過兩歲以上 它一直都有這種狀況的話 可能我們就要考慮 我們可以拜託外科醫師看一下 或者是它這個肚臍 真的膨得很大 大部分我會看的話 是不是看那個大小 膨脹跟小氣球一樣對不對 但有的其實重點是下面那個洞 如果它這個洞很大 有時候它就不容易自己會好起來 有時候我們真的會考慮 給它幫個忙 幫它縫起來 是可以的 是 那如果像這個旗善器 腸子跑到肚臍外面來了 它不去處理它這個 腸子會壞掉嗎 很少 大部分在鼠膝部的膳氣 比較容易會卡住 因為它的管子比較小 洞比較小 比較容易會卡住 可是其膳氣基本上來講 我們不會說看到就要開刀 但 大概都要開刀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特別的一點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遇到就是 如果是女生的話 女生也會膳氣 對 會 女生也會膳氣 它在鼠膝部那個地方 你會發現它會突然之間鼓起來 很多阿嬤他們都只知道 就是男生會膳氣會堆掉 但女生其實也會 那女生出現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沒有注意到 它有時候是腸子 有時候是卵巢 比較麻煩就是 如果卵巢卡住的時候 就我們剛才講 也有可能會影響它未來 就是懷孕的機會 所以不管是男寶寶或女寶寶 其實我們在做健兒門診的時候 一定都會把它打開來 看清楚 檢查清楚 會比較安全 如果說是卵巢掉出來的話 到時候開刀 再要把那個放回去是不是 對 它一樣是一個洞 然後它也是 卵巢有可能或腸子會卡住 如果一直沒有理它的話 它可能一直卡在那個地方 但它不會像男生的 音量的這個尺寸這麼大 所以有時候 家長沒有經驗的話 就沒有注意到 這就比較可惜 但是女生也會有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預防膳氣的發生 很多家長他們會說 買一個什麼膳氣袋 在過去的年代 有這種膳氣袋 有的大人會穿 女生有的也會穿 因為不敢去開刀 但現在我們發現 這個其實完全沒有用 因為問題不在於說 你不讓它腸子掉出來 對 重點是在你那個地方 其實有一個 有個洞 對 就沒有癒合 所以以前還會有人 就是用硬幣 10塊錢硬幣把它貼在肚臍上 對 尤其在我們剛才講這個 應該是阿嬤級的吧 阿嬤級 他們很多 現在也有 用50塊 他們會把這個硬壓塞 對 他們把它蓋住 但是其實我們建議是不要這麼做 因為主要的問題是在哪裡呢 是在於說你蓋住的時候 你的壓力壓破住 它腸子當然你可能 暫時看起來不會出來 可是它下面還在用力 真的 它摩擦的話 它可能皮膚會破 萬一這個皮破下面腸子就出來 OK 所以原則上現在都建議不要 而且是嚴格禁止 盡量是不要去用東西去壓它 是 OK 所以如果真的不行 那都兩歲左右的話 起散起用我們用開刀的 那你去壓 絕對是沒有用的 反而不好 好 第三種這個泌尿系統的問題是 包皮過腸 我發現好像 男寶寶在泌尿系統的問題 比較大 比較多 女寶寶躲在裡面 我們都看不到 等一下我們在第五個的時候 我們再提一個 特別有趣的問題 那包皮過腸 包皮過腸來講 基本上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不愛用這個 不愛用這個名詞 基本上腸有什麼關係 我們剛才講 腸有什麼關係 腸無所謂 問題是太緊 太緊的話是有問題 就假如說今天是青春期的男生來講 他如果前面太緊 然後他可能會卡住 或者會藏汙納垢 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就要處理 就一般我們常說的 所謂包巾 對 在過去的年代 常常我們會發現 他們會建議說 與其到後面待會做處理 不如一開始生下來之後 對 就先給他卡掉 沒事 就是不是 我生孩子那一次知道 就是隔壁媽媽床 就看看我兒子的那個 不知道嗎 弟弟就說 這太長了 你先給他掛掛的 他說你如果現在不割的話 反正長大當兵也要割 當兵給割也免錢了 我想要跟那個媽媽講 我告訴妳講 現在他不用當兵 所以他有時候不該割 甚至我在臨床上看到 他根本就不該割而割 所以造成他的包皮過短 所以他每一次 他在長大的時候 他會非常地疼痛 那到底是 所以在2000年之前 我們這樣講故事好了 我喜歡講故事 2000年之前的時候 西方他們喜歡割 為什麼 因為西方的醫生 很多都是猶太人 猶太人他們習慣就有割力 剩下小一定割 所以他們做了一些研究說 割得比較好 比較不會藏汙納垢 這樣子啊 所以可是後來2000年之後 越來越多的醫生不是猶太人 所以呢 猶太人去當銀行家了 可能吧 所以他們就發現 就是做了一些研究發現 其實並沒有真正的好處 所以他們也不認為說 需要在這麼小的時候割 所以目前來講在2000年之後 美國小孩科醫學會的建議是說 就是如果 除非有咪雅道感染的問題 有必要的時候再割 或者是你有宗教上面的要求 比如說回教啦 或者是猶太教 必須要這樣做 否則來講的話 我們建議是等到大的時候 再去處理 再決定 對 不過這時候有時候 爸爸他就會有意見 爸爸會有意見啊 因為爸爸已經割了 他覺得有割 我割你就要割 對 這時候我就會跟他講說 其實你不要急 當兵的時候割的話 可以放假一個禮拜 你不要剝奪他的假期 可是你現在不用當兵 可是現在不用當兵 客家又沒了 對 你可以跟他說 就是等到長大的時候 大部分就是我們建議 那大概是幾歲的時候 要再決定說 要不要處理這個事情 就是 青春期 當兵的話意思就是 18歲以上 就是讓他自己的決定 而不要說父親 母親 然後來影響到小孩子 因為他基本上也不是一種疾病 對 而且甚至來講的話 在中國大陸 他甚至有一個醫生 割壞了十幾隻小鳥 割壞 你這時候小小的切一刀 後來就會壞掉 那沒那麼簡單 還有人說用繩子綁 像老一輩說用橡皮筋 把它綁起來綁到壞死 不會吧 綁起來 它怎麼尿呢 對啊 我們有各種的做法 因為它是軟皮 所以你可以把它拉到前面 然後中間咬紮 OK 還有做那種機械 好像那種斷頭台這樣子 然後你那個機械 咔嚓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還切 可是其實都有風險 其實都有風險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現在要切壞了那不得了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大部分的醫生 也都不鼓勵切 去不鼓勵切 但是如果做到國小 國中 它反覆的感染 或者有其他特別問題的時候 我們再來做處理 所以包皮過腸不是個問題 但是包皮過腸引發的感染 對… 主要是包筋 它是包得太緊的時候 讓它沒有辦法探頭出來的時候 這種話就要處理 是 因為我就常常說 跟我兒子講 小時候我自己去幫他洗澡 洗澡我們一定會幫他洗 那一隻小弟弟 但是我們要把它 扒開來把它洗 可是到了國中的時候 雖然我沒有辦法參與 他一起洗澡好嗎 但是我常常會提醒他說 你今天洗澡的時候 你看看你那個小弟弟 能不能掰開來把它洗乾淨 當他能活動自如的時候 我說媽媽 可以我就好 其實我有時候會這樣跟我兒子互動 但如果說他真的 孩子已經有這樣子的困難 他沒有辦法掰開洗 甚至說你聞到已經有異味的時候 媽媽其實很容易 在他褲子上聞到一些異味 那不是尿騷味 你要趕快看看 是不是他真的包皮過腸了 需要再到醫生那邊去處理一下 對 那引導症的部分 所以男生也其實 泌尿系統也滿複雜的 男生就比較脆弱 所以大家對男生要好一點 男孩子真的比較脆弱 他肯定是藉口的啦 就太大 太小 都是個問題 太長 太短 太長 太短 所以男生都是用下半身在思考 這個引導就是藏起來了 這樣的話 大部分我們六個月上有寶寶 我就會跟家長講 我們必須要給小兒外科 我得了 謝謝你 請你拿來